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Mk2 《转身史莱姆》中,关于萌王最强部下是谁,一般都会选二黑之一 所谓二黑,原初之黑迪亚布罗以及萌王亲儿子赛奇翁,也可以叫他泽秦 那么,就目前小说文库最新进度,这两位使出权力到底谁更胜一筹呢? 今天就来多方面多角度探讨一下 光看技能上,在《转身史莱姆》的世界中,技能是评判一个存在强度的重要指标 不同的技能能在不同的场合下为使用者提供帮助 特别是在战斗的时候,拥有强大技能的一方往往更具有优势 另外还有一点,耐性,他也能够改变一场战斗的走向 所以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利姆路手下的两员大将,迪亚波罗以及赛奇翁 这二人不同的技能以及耐性 首先是迪亚波罗,迪亚波罗拥有一项究极技能 这一技能是他原先就拥有的独特技能进化而来的 只有强者才配拥有的恶魔系究极能力,诱惑之王 这一技能的全能分别是 思考加速,万能感知,魔王霸气,时空间支配,多次元结界 神罗万象,惩罚支配,魅力支配,诱惑世界这几项 是一项攻守兼备,甚至能够影响到对方精神层面的强大技能 其中最为特殊的,当属诱惑世界这一全能 这是十分稀少的世界系全能 世界系全能能够将完全对使用者有利的假想世界具现化 在这个世界中,使用者就是竭尽无敌的存在 所以一旦中招,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 唯一的对策就是提前强化自己的精神体 打破假世界的仗地 至于迪亚波罗的诱惑世界 则是可以直接作用于抵对对象的意识 扰乱对方的精神力,是十分可怕且好用的能力 迪亚波罗的强大不单单是在这一技能 他的耐性也十分的全面 他持有的耐性为物理攻击无效 自然影响无效,状态异常无效 精神攻击无效,以及圣魔攻击耐性这几点 可以说是涵盖了多个方面,能够无效大部分的伤害 看完了迪亚波罗 我们再来看看利姆鲁手下的另一位大将塞奇翁 和迪亚波罗一样,塞奇翁也拥有着究极能力 名为幻想之王 这一究极能力也同样被归类在恶魔系之中 其拥有的全能为 思考加速,万能感知,魔王霸气,水雷支配 时空间支配,多次元结界 森罗万象,精神支配,幻想世界,以及生命支配 这一能力拱手兼备,能够影响精神,环境,乃至生命本源 这些全能中最为特殊的就是世界系全能的幻想世界 这一全能可以和其他的全能结合 创造出专属于自己的世界 至于塞奇翁拥有的耐性和迪亚波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这二者也同为强大的究极能力 以及完美的耐性的所有者 其究极能力也同被归类为恶魔系 因而其持有的全能也几乎相同 所以如果想要在技能的层面上 给塞奇翁以及迪亚波罗分出高下的话 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塞奇翁的究极技能和塞拉努斯的生命之王 有过一次统合,得到了强化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神的领域 所以在技能这一点上 或许还是塞奇翁更有优势 至于耐性 塞奇翁和迪亚波罗的耐性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不分高下 而想要真正的区分二者的强度的话 一大重要的依据就是二者的存在值了 所谓的存在值 就是一位角色本体所拥有的魔素量 以及身体能力数值化之后的结果 有些角色拥有的装备 以及武器如果也拥有强大的力量的话 也会被算入存在值中 但是存在值并不能够直接的代表一个角色的强度 因为有些角色拥有的能力 并不会被利用在战斗层面上 所以那些角色虽然有着较高的存在值 但是在战斗时强度可能会低于同存在值的对手 所以说存在值与其说是战斗力 不如说是像指标一类的东西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两员大将的存在值 首先是迪亚波罗 迪亚波罗原本就已经是一位恶魔王 是超越了恶魔族上线的存在 它的存在值有666万 这一数值在利姆路的部下中也是顶尖水平 但大家也不难看出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过于凑巧 在之后的剧情中也表明了 这一存在值实际上是迪亚波罗伪造的 所以我们还未知晓迪亚波罗真正的实力 但是考虑到在冥界的时候 迪亚波罗就已经和魔王金不相上下 瘦肉之后的迪亚波罗存在值 应该也不会和金相差太多 而金的存在值为4000万 所以可以推断迪亚波罗的存在值 应该也在4000万左右 然后就是赛奇翁的存在值 赛奇翁是拥有神性的上位圣魔灵水灵虫 一开始赛奇翁的存在值大约在500万上下 再之后 赛奇翁从自己的父亲塞拉努斯那里 获得了全新的力量 成功进化为了最上位的圣魔灵幻灵虫 蜕变为了虫神 存在值也极大的膨胀 最后稳定下来的存在值为6800万 这可以说是十分夸张的数值了 在利姆路的部下之中 无人能够出其诱 在得出了赛奇翁和迪亚波罗的存在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二者进行比较了 虽然迪亚波罗的存在值经过了伪装 但大抵是在4000万上下 而赛奇翁的存在值是明确的6800万 所以说 在存在值这一方面上 赛奇翁要强过迪亚波罗 当然 存在值并不能够完全代表强度 在战斗之中最为重要的 可能还是战斗人员的技巧 毕竟就算拥有强大的技能以及魔素量 无法将其发挥出来的话 也就无法在战斗之中派上用场 所以在评价迪亚波罗和赛奇翁的强度之时 技巧也是一大因素 其中 迪亚波罗的战斗经验十分的丰富 他身为原初的恶魔 在恶魔界存活了很长时间 想必已经积攒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战斗经验 在原作中 但凡是迪亚波罗参加的战斗 几乎都表现出一边倒的景象 由此可见 迪亚波罗战斗技巧的强大 但是赛奇翁的战斗技巧 或许也不输给迪亚波罗 他在来到基轴世界之前 就已经有过大量的训练 在归在利姆鲁手下之后 他也没有放松 日常和维鲁德拉 以及一些强大的存在进行着战斗训练 因而赛奇翁的战斗技术 在利姆鲁的部下之中也是顶尖水平 如果单从经验术来看的话 从古早时期就一直战斗着的迪亚波罗 应该是压倒性的优势吧 对迪亚波罗来说 战斗就是享受的过程 他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战斗的机会 同样也不会让战斗过早的结束 所以他经历过的战斗 不论是时长还是类型 都应该远远超过赛奇翁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赛奇翁从自己的父亲那里 统合了生命之王 如果在那时 赛奇翁不单单是将技能统合 顺带着也接收了 塞拉努斯的技巧 以及战斗经验的话 那么他和迪亚波罗 在战斗经验这层面上的差距 很可能已经被抹平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原作中并没有出现相关的描述 所以在战斗经验 以及技巧这一点上 还是迪亚波罗要更胜一筹 然后 为迪亚波罗以及赛奇翁 提供战力的还有虚无攻击 所谓的虚无攻击 是利姆路从自己的能力 虚空之神的全能中的 虚无崩坏这一项中取出能量 并通过自己的灵魂回廊 分配给自己的部下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部下 都可以使用这些能量 现在能够利用这一能量的 就只有红丸 迪亚波罗以及赛奇翁这三人 因为想要好好地操控 这一部分的能量 需要使用者有着相当的实力 相对应的 回报也十分的丰富 但是这一部分的能量 带来的并不全是好处 在使用这些能量的时候 会给使用者带来伤害 并且这一部分的伤害 无法通过回复药 以及魔法治愈 只能通过身体原本的 恢复能力来治愈 所以在使用了这些能量之后 使用者会暂时陷入 无法战斗的状态 在局势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变成那样的状态 是十分致命的 想要利用这一能量 也存在着门槛 而迪亚波罗则是一开始 就找寻到了 行驶虚无崩坏的方法 并充分地理解了 虚无崩坏的能量为核物 这一能量会随着 使用者不同改变特效 在迪亚波罗使用时 其特性就会转变为暗 在战斗时 那有如深渊中涌出的 虚无能量 会迅速地淹没屯视敌人 迪亚波罗能够自在地 操控这一虚无能量 其甚至能够给予 精神生命体的 上位圣魔灵伤害 对付一般的对手 甚至能够直接将其消灭 当然迪亚波罗 也能够自在地操纵 这一能量带来的伤害 在需要留下活口的时候 能够很好地将对手 保持在一个 半死不活的状态上 可以说迪亚波罗 已经很好地驾驭了 虚无攻击 能够将这一来自 利姆路的力量运用自如 同理 赛奇翁也能够利用这些能量 而且赛奇翁还拥有 将虚无崩坏的能量 循环的技术 名为虚无循环 也是凭借着这一力量 赛奇翁成功地击败了 实力远超自己的塞拉努斯 而赛奇翁之所以 能够行使这一特权 或许是因为 他和利姆路一样 拥有着万能细胞 也正是因为 他和利姆路相近 本身实力也允许 所以赛奇翁才能够 以那种看似不合理的方式 使用从利姆路那里 得到的能量 也正是拥有这些能量 赛奇翁才能够 从原先实力远超自己的父亲 塞拉努斯那里 夺得胜利的过失 可以说 虚无攻击是赛奇翁实力的 一大组成部分 以上就是迪亚波罗 以及赛奇翁这二人 全部实力的解析了 从技能 存在值 技巧 虚无攻击者 几个方面综合来看 直到原作的第21卷为止 似乎还是迪亚波罗 要略强于赛奇翁 因为迪亚波罗 自己隐藏了自己的存在值 所以他和赛奇翁之间存在值的差距 应该没有那么大 至于技巧 上面也说过了 作为原初恶魔的迪亚波罗 战斗经验是他人无可比拟的 技巧也同样 是经历过战斗磨练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上 迪亚波罗完胜赛奇翁 但是如果直接让迪亚波罗 对阵上赛奇翁的话 他并不一定能够取胜 因为赛奇翁是虫魔族 这一种族十分的特殊 拥有着能够防御魔法的外骨骼 而恶魔族几乎都是魔法专金 对他们来说 虫魔族是最为难缠的对手 一般的恶魔族 可以说是完全无法战胜虫魔族 迪亚波罗也是同样 但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 毕竟迪亚波罗在未被命名 受到机轴世界限制 以及被封锁了魔法的情况下 还是轻松写意地战胜了拉战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即使是在不使用魔法的情况下 迪亚波罗也有着不俗的战斗能力 依靠这种能力 迪亚波罗即使面对上对魔法 有着极高抗性的赛奇翁 也有着取胜的机会 在虚无攻击这一方面 大敌也是迪亚波罗更优 在利姆鲁的部下中 操控虚无攻击最为熟练的 也是迪亚波罗 因此如果在未来的篇章中 出现了赛奇翁接收了 他父亲塞拉努斯的经验的描写的话 那么赛奇翁的战斗经验 以及技巧将要超过迪亚波罗 或许同时也会获得什么新的力量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二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就会变得不明了了 但现在这些也都是猜测 等待未来揭晓 这次我们探讨了利姆鲁手下两位大将 迪亚波罗和赛奇翁的实力 大家觉得谁更牛白一点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见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